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部分激進網民繼續在今天鼓吹所謂的三罷行動 導致香港有不同的地區 仍然出現了有些激進的蒙面示威者在干擾路面 以及影響我們香港的公共運輸系統 大家都知道有些鐵路的路線都已經受到阻礙 這些交通情況出現了阻礙 令到大批的市民他們上班上學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對於示威者這些是想癱瘓香港 造成一個真是好像香港停擺了 不能夠上班不能夠上學的現象是極為自私的